美好 请尝念 南无 虚迷 灯光 如来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我们必须透过修道 戒 鼎 慧 的修持 才能消灭无名等贪 春 吃 的烦恼 内心的杂乱 防备与执着 才是使我们痛苦的原因 当我们执着的双手放开之后 不在唯一境界所影响时 自我防卫的情绪得到解放 那才是生命真正的安定与安乐 感谢观看 灭苦的状态就是涅槃的状态 涅槃就是无苦的状态 证得涅槃的圣者就称为阿罗汉 阿罗汉已经消灭内心的烦恼 生命对他们而言已是最后一生 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已经有所超越 为此我们因为灭除烦恼无名而努力 味道 我们在无始的轮回当中 迷失了本来的自己 找不到自己 只会从欲望 名利 感情中 寻找自以为的快乐 甚至认为 能从这些轮回的幻境中 找到自己 觉醒吧 迷失真实的自我 那才是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主因 如何才是一个永远不会生病的身体呢 永远不会生病的生命 就是本来的自信民空 清净的微妙法身 法身 就像一颗水晶球 是毫无污染的本体 当我们能够找回本来的面目时 就永远不再受疾病所苦了 感谢观看 我们要有如此的自信 生命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们活着 如果对他人 以及世界 拥有正面的意义 就会活得健康 长寿与自在 也将会忘记 个人痛苦的存在 如此 才是佛陀 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感谢观看 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痛苦从何而来呢 都是从贪 撑 吃 慢 疑 而来 生命的敌人 并不是由外在而来 而是由于我们内在的烦恼五毒 影响那颗本来亲民的真心 致使我们沉 smelled 指使我们沉沦于对立 争执 与轮回之中 进化我们的五毒烦恼 才能享有 清安的生活月景 学佛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脱生死的痛苦 痛苦的原因从何而来 生死轮转的原因 就是由欲望贪婪而来 因为贪爱而产生生死 因为生死而造就了无尽的痛苦轮回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观察世间 透过佛陀对于无常的教导 放舍虚妄的执着 并朝向真实的正觉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血影的果报 会使家庭 眷属都感到不和睦 不快乐 即使我们拥有美满的婚姻 但当婚姻出现裂痕 遭到背叛时 也不要为此感到怨恨 因为一切的不如意 都是由于过去 最深的不善行为所招感 因此 我们要明白因果夜报的真实不虚 进而守护三叶 时常检视身心 感谢观看 过去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执着自我 事实上这是痛苦的根源 如今 我们一寻佛陀的教导而修行 就应该开始走出自我 并且走入世界 走向众生 现在应该让我们的心 我们的呼吸 都与诱笔那事情 都与诸佛众生紧密契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哪里? 就是来自于习惯性的执着 因为执着会带给我们压力 带给我们害怕失去的压力 带给我们不自在的压力 生命的快乐在哪里? 就在于对自我的放下 当放下我值时 生命中的一切执着也就随之放下了 是因为我们该来自在的压力 生与人之间彼此信任 互相尊敬 互相帮助 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 互相帮助 能够心品气和 看待世间的一切境遇 就能不计得失 自然时时身心愉快 在对烦恼所苦的时候 学习着暂时放下自我 也会有益于身心的健康 感谢观看 遇到无法突破的困境时 告诉自己 虚空广大何必分别 你就觉得是出生于海阔天空的内心世界 感谢观看 见识人间净土 是从每个人内心做起 每一个人要有行善的心 不要有自私的心 如果我们能随时随地心存感恩 祝福的诚意能从内心发挥出来 那么我们的家庭与社会都是平安的 祝福的诚意能从内心发挥出来 如果你的心清静 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是清静的 祝福的诚意能从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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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当心中感到欢喜愉悦时 所见到的世界也比较美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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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平安的寻求 从内心的平安做起很重要 感谢观看 出来必须用的 不要多用 更不要浪费 对我们拥有的生活环境 要知福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中 救狗协会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原来浇花 擦拭家具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宋朝时 有一位妙高禅师 道行非常好 周夜念佛不息 可是 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日子久了 难免不打瞌睡 禅师心里想 我用功这么多年 对于生死还没有把握 功夫尚未有见底 而睡魔反倒日日来打岔 像这样天天打瞌睡 功夫怎么能上进啊 于是透下决心自己跑到高峰岭上 盘西坐在山崖的边际 下面就是万丈深的山谷 他心想 如果这次打瞌睡的话 跌下去来个倒栽葱 保证粉身碎骨 禅师认为 避免自己再次打瞌睡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然而禅师的功夫 还没有到家 当他腿直一盘 用功尚未经久 老毛病瞌睡 又复发了 有一次打瞌睡 真的掉下去了 禅师自己也认定这次死定了 可是当他掉到半山腰的时候 忽然感觉 有人把他拖住 送上山来 禅师惊喜问道 是谁救我 空中回答 护法违陀 禅师想 居然由韦陀菩萨来护法 于是接着问 我这样的修行人 世上有多少 空中答曰 过恒河沙朔之多 因你有这一念共高兴 今后五百世 不再护必了 这时禅师痛哭流涕 惭愧万分 心里想 我在这里修行 本来还蒙韦陀菩萨来护法 献您一念 共高兴生期 今后五百世 韦陀菩萨 不再护我的法了 左思又想 自己叹了口气说道 唉 事已如此 管他护法不护法 我还在这里修我的 修不成 一头栽下去 摔死算了 于是又将腿子一盘 坐了没有多久 瞌睡又来了 真的又演成隔道灾通 这次 他认为绝对往生了 可是 当他要落地的时候 又有人把他拖住 送上山来 禅师又静又喜地问道 又是谁救我 空中回答 护法维陀 禅师说 你不是说今后五百世 不护我的法吗 怎么现在又来了 维陀菩萨说 法师啊 因你刚才一念惭愧心生期 已超过五百世 之久的世界了 妙高禅师听了这话 当下豁然大悟 由此 见似安生 广结善缘 精进是能力根本 佛力充足 全在精进 精进为因 剥热为果 剥热为相 为体 精进为可能 为功用 禅修不但能使人身心调和 专注力和解析力提升 同时由于定力的真相 烦恼容易调伏 戒得因此辗转上增 从而由会破无名 三毒烦恼永断 生命电视